哈囉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 這個是我的錄 ok 我今天要講什麼東西 ok 這個tofilet 就是我在三四五個月前我就會想要講 可是我很懶惰講 因為我不知道我從哪裡開始講 可是我就覺得如果我不錄的話 我感覺我就會忘記了 然後我也不知道要講什麼了 所以今天我要講的東西是 我的牙齒 綁牙 所以這個影片呢 我其實想要給那些正在綁牙還沒有綁牙 或者是想要綁牙的朋友一些啟發 like whether want to 去綁還是不要去綁這樣子 ok 我也不知道最後我會講到什麼東西 為毛要綁牙 如果認識我的朋友呢 他們應該會知道我之前 其實綁牙之前我牙齒是沒有很亂 很平很平很平 ok 就像醬皮 那為什麼我會去要 我會決定我要綁牙咧 就是 我會跟大家講的就是 雖然我已經有90分了 可是為什麼會有100分 我不要去拿咧 其實我覺得最主要的原因就是 自己對自己的confidence 我覺得是很重要 不是別人對你的confidence I don't care about how people think about me but 我自己 myself 因為在還沒有realize到我的牙齒 是一個有一點點問題之前 我是覺得很proud我的牙齒 啊很美啊很平啊 然後 我覺得自己是很confident的 全世界最美的人 但是我看回去我就想要吐 就是 在我那個時候的那個condition 我是很有自信的 所以如果你現在很有自信你的牙齒 你覺得沒有問題的話 那 then okay you don't need to 綁 你不需要綁牙 可是如果你覺得 這個牙齒很亂啊 讓你自己很沒有自信啊 then 就去綁 因為咧 自信是寫在臉上的 如果你不自信的話 你跟人家 講話 不confidence 做什麼東西都不confidence 不敢笑啊 每天 關著嘴巴這樣子啊 這個first impression 給人家就覺得 我們不好 一個很沒有自信的人 然後很像很籃及的人 不喜歡笑的人 in fact not 只是你覺得 沒有自信 笑起來不好看 所以如果你綁牙的這個motif 是去 boost你的自信 因為你已經覺得 自己可能還可以有進步空間 你找到這個solution了 就是綁牙 那你就go ahead 如果一個人很自信 做什麼東西都會很順 然後 人家看到你都會覺得很順啊 當然在面相學裡面 如果牙齒是平的 其樂 話來講 這些人是大部分呢 是比較開朗啊 活潑啊 行動拍啊 做東西咧 是容易成功的 如果你的牙齒好看 牙齒平 你就會多笑 笑的人咧 運氣就不會 差到那裡去 所以你常笑的話 你就會 呃 很棒棒 所以第一個 reason why 我要去綁牙 是因為我覺得我沒有自信 但我要去 boost up 我的自信 我覺得 我不敢笑以前 雖然要成平革賽 就不好看 笑起來不好看 現在笑起來 真好看 別人看到你也舒服 最重要 自己看到自己 自己都爽 所以剛才那個就是第一個 reason 第二個 reason呢 其實是我 personnel的 bucket list 不一定是每個人的 bucket list 對我來說 就好像 我畢業過後 我用了兩年多的時間去 travel around before我正式去做工 其實這個也是我一個 bucket list 來的就是 我不要讓我自己有遺憾 因為年輕旅行跟老的 老了後 旅行是不一樣的 然後 anyhow 那個是我其中一個 bucket list 另外一個 bucket list 我覺得 呃 很fun的就是 呃 如果活到80歲 YES 有一個鐵 陪你兩年三年這樣子 我覺得也是一個很好的challenge 也是一個很好的一個learning curve 你怎樣去跟這一個鐵 這個braces去相處 雖然它只是一個小小的鐵 留在牙齒 短暫的 for 2-3 years 可是 呃 we got a lot of things that we can learn from 這個process 然後 another reason is because 呃我覺得 因為綁牙它其實是可以改變 一個人的臉型啊 樣子啊 anything啊 然後 這個臉 我都用了很久了 然後 如果有一個機會去讓自己的臉變 就是 I mean like 變得不一樣啊 不一定講變得更美啦 可是綁牙 so far 人的feedback都是會變美啦 臉會變小啊 鼻子看起來會變高一點 anyway 所以這個我覺得是 呃 我會很想要try的一個東西 就去try咯 《綁牙》的故事 《綁牙》的故事 第一個concent就是 錢 錢 ok 所以我覺得如果 出來有打一分工的話 其實這個concent都不是concent來的 ok 你可以either選擇去 呃 辦事源辦政府那種 好像我聽我朋友講 我朋友20多30歲 他也去綁牙在UKM綁 UKM也可以綁 呃 当然啦,不会像我们讲,像17-18岁去政府医院排的那种这样便宜啦 这可能也是啊,绑到了要两千三千这样子 可是比起私人的医院哦,便宜会很多啦 便宜一个六七八十percent 然后我呢就是在私人绑的 然后其实我不知道原来是有办私人办政府 如果我知道的话我也会去那边绑 anyway,所以钱这个东西我觉得不是问题啦 如果你出来有做工的话,这笔钱你一定会有的 就好像不会讲你绑一个牙然后就变到很穷很穷 穷,一个人穷是因为他不会planning 不是因为他赚多少,是因为他花多少,他不会plan 就好像我们经常听人家讲的就是 OK,如果一个吸烟的人从十多岁吸烟,吸烟到五六十岁 他的吸烟的钱可以买一个bungalow 那请问很多五六十岁的人没有吸烟他的bungalow去哪里 所以其实钱这个东西哦,只要你想要 然后他就会,你就会挤出来 你就是会可能 我一个月我少买两件衣服 我一个月洗脸一次,现在我两个月洗脸一次还是三个 I mean like,这个东西都是可以自己adjust的 所以绑牙这一个费用我觉得它不是一个很贵的一个费用 或者是一个很浪费很奢侈的一个activities 因为便宜有便宜榜 贵有贵榜 贵贵贵有贵的榜 所以 钱 cannot be the main concern that 呃 你怕板牙 第二个concent就是 痛 怕痛 No 怕痛 我跟你讲 绑牙绑到一半的时候你不痛你 你还会觉得不爽 会问医生啊,怎么这次不痛呢 哎呦,怎么办 痛是一个会上瘾的东西 哦,没有啦,开玩笑 其实我觉得痛 这个东西呢 呃 如果你现在是正在 呃 想要绑牙的这个阶段呢 你去comment 你去concent这个问题就是 很 你怕这个东西,你是一个百怕的 因为你又不是现在痛,你是未来痛嘛 然后after你未来痛的话呢 你就好像要想 这个东西两年后 其实现在的我都不知道以前几痛了 所以 痛啊,这种东西啊 开心快乐这些东西都是会过去的 痛 or not 痛 你只是要去接受 OK 接受 你要变眉 就会有一点痛 然后去enjoy这个痛 然后他不会痛到要死的那种 他 他就是 like 我觉得是一个值得被去 值得去 um um try的一个小小的 痛 你别笑 反正我是觉得 没有 没有很痛啊 其实也没有痛 就是一点酸酸 妈妈 dance 啊 没办法 哦,拔牙的手就痛 我没有恶意要下你们,是我自己不要漱口 吵 可是 哎呀,一个礼拜痛吧 你一个礼拜痛啊 你换来一丝的美 笑起来真好看 但是 何乐而不为 所以 如果你的concern是痛的话就 pass 因为这个 也不是一个concern 第三个concern 就是我 其实我之前绑牙的时候也是很怕的这个concern 就是maintainance like 要每天戴着那个牙套 我觉得自己很怕自己不persistent啊 然后 牙齿就缩啊 还是什么东西啊 其实 这个东西是future的东西 你反来就有魔 你绑了牙 你看到眉 then 或者是after that 它走回位置还是什么东西 你过后再反了 你爱美你觉得这个东西值得你去maintain的话 你就会戴了 然后 不戴 不戴的话 你也要accept 因为你我改 因为你没有persistent的去改 ok 所以 未来的东西 未来要反的东西 你不要现在反 因为你反了也是没有用 反正 十个人绑牙 十个人都不会后悔 后悔的是 他们没有带retainer 然后 牙齿走位 这样 No ok 所以下一个video I will share about 我还没有绑牙之前 的 the story 叮叮叮 也没有什么好听 其实 I own my 哈哈哈 哈哈哈